第五百五十九章 吃礼爬外 什么我多管闲事啊 我不就是帮个忙吗 你这么大惊小怪的做什么啊 不知道的 还以为你有意针对我呢 我就是针对你怎么了 大嫂 你最好搞清楚你是什么身份 别吃着碗里的 敲着锅里的 回头要是我大哥知道了 你吃礼爬外 第一个收拾你 我吃礼爬外 梁秀琴 你什么意思啊你 听着这两人跟二绳吐槽 芸汐冲二绳试了个眼色 瞧着正正 没半个小时消停不了 姚鹰也是乐见狗咬狗 直接在沙发坐了下来 喝着茶听他们各执一词 芸汐没那个耐心 直接冲厨房里准备午饭的小阿姨喊 小阿姨 我饿了 家里有吃的吗 小阿姨在厨房里应的声 哎呦 厨房里啊 还有驴打滚 我这忙着 你呀 进来拿 好 头离战场 芸汐闪进了厨房 问小阿姨是怎么回事 小阿姨竹筒捣豆子 有啥说啥 芸汐这才知道 原来是梁秀琴准备出门的时候 陈丽雪在楼梯上撞了她一把 梁秀琴一个猎妾崴了下来 直接把她那好几千块钱的名牌高跟鞋 的鞋跟扭断了 梁秀琴气不打一处来 狠狠把陈丽雪羞辱教训了一顿 这只是其一 其二是 陈丽雪动了洗衣机里面 芸园峰的衣服 也不知道是戴着什么依恋的心情 一个劲的捧着欣赏 刚碰到内裤的时候 就被下楼来的梁秀琴看到了 这不 出坛子翻了 两人就吵起来了 本来就更怀鬼胎 梁秀琴防着陈丽雪跟芸园峰旧情复燃 陈丽雪又不甘心当年被梁秀琴抢走的男人 如今住在一个屋檐下 芸园峰就是两人之间的导火索 随便一点鸡毛蒜皮的事 一点就着 这下好了 芸汐正愁一进门的吵架 延后了她的好戏 带着芸园峰内裤的事 她又可以开始搭戏台子了 端着一盘驴打滚出了厨房 芸汐踩着点走到客厅 哇 舅妈 你怎么能动我爸的衣服呢 芸汐插话进来 直接打断了两人的争执 芸汐 你怎么说话的 陈丽雪刚想把舅妈的架子训斥芸汐 把没理的说成有理的 跟乡下一样 逮谁咬谁 可以想到她现在的身份 再想想 芸汐如今大小姐的身份 和二婶的警告 刚长起来的架势 又捏了下去 什么叫我动了 我不过是想帮点忙嘛 哼 帮忙 陈丽雪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 你死皮赖脸的赖在云家不走 还不就是想勾引我老公 哈哈 哎 你要是敢对我老公心怀不轨 看我不弄死你 梁秀琴估计是真被气着了 这么丢脸的话 换做以往 她是不会当着摇印的面说出来的 毕竟再怎么样 这也不是什么好事 说出来她都觉得丢人 可今天 陈丽雪踩在了她的底线上 她真是忍无可忍了 芸汐瞥了梁秀琴一眼 难得看到她妈气成这样 真要把她抱和陈丽雪酒店的视频拿出来 她看了 估计会气晕过去 啊 舅妈你 芸汐哭作一脸惊讶地看向陈丽雪 开始调转风向 站到梁秀琴这边 舅妈 你怎么能这样呢 我好心把你留在云家 是看在你养了我这么多年的份上 可你怎么能惦记我爸 惦记着 拆散我们家呢 真要这样 那我 不能留你在云家了